大殿的鐘樓有一個巨型時鐘 每度踏三踏半踏九踏十二 都會敲響萬福瑪利亞 但在1887年12月 時鐘壞了再沒有響氣眾聲 當時正值鮑斯高神父病世前的時日 時鐘一直沒有人維修 到了1888年初 時鐘再次響起 準確來說 是在1888年1月31日 清晨四點半 就是鮑斯高神父回到天鄉的時刻 這個祭台現在是敬禮聖鮑斯高的 大家試上一想 當中的巧妙之處 鮑斯高神父在這裡安息 在他生前一天獻尼撒的祭台上安息 每一天在等待肉身復活的光榮 這個祭台在鮑斯高神父生前是敬禮聖八多六的 因為鮑斯高神父非常喜愛聖八多六 亦都喜愛八多六的繼承者 基督在世的代表 教宗 祭台現在的模樣是在1938年完成的 豹聖的圍體安放在同邊的水晶靈灸內 圍體保存在雕像裏面受眾人的敬禮 豹聖新村的祭衣是教宗本督十五世所贈的禮物 雕像的臉和手鋪上蠟之後再上色 為洗到雕像看起來更加逼真 這個祭台的設計很有特色 讓人能夠在祭台後面 近距離地看到鮑斯高神父 老實說 每次來找鮑斯高神父 我都不會覺得厭倦 祭台前方的兩邊 和祭台上方有三個超性得恨的象徵 另一邊的天使拿著聖體和聖雀象徵順德 另一邊的天使捧著正在燃燒的心象徵愛德 而祭台上方有一幅很美的畫 我覺得這幅畫很奇妙地描繪了望德 天堂是我們的終點站 所以爆聖帶領著很多青年認識天主 透過聖母的轉土 青年充實地道日 我們大可以相信和期盼自己能夠進入天堂 因為我們呼求了聖母的座右 聖母會一直引導我們走向永生 而鮑斯高神父的方表之一 就是紮善固執 鮑斯高製台的兩側 有兩位啟發了他的教育家的成像 右邊是聖斐尼伯來尼 他是喜樂的聖人 司徒祈禱會的創辦人 對面是聖約翰拉薩 基督學校修事會的創辦人 聖鮑斯高製台更加高的地方 有兩隻窗 上面的畫像象徵了聖母進教自由 在鮑斯高神父的早年生活 和慶祢園初期的臨載和子人 在慶祢園生活了十年的麗達媽媽 一生都教導鮑斯高神父孝愛聖母 更加教她成為了神父之後 要傳揚對聖母的敬禮 另一隻窗是天主的安排 讓鮑斯高神父和陸茂夏萊里的相遇 當日是1841年的聖母無點慈胎節 鮑斯高就由這一天 展開了慶祢園的青年工作 下一集我們將會講講講到台 天主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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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平比 各個不棍 天主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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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